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主太阳膀胱线的学位吧 因为后背的大部分的学位 都是主太阳膀胱线的学位 还有这个膀胱线的话很有意思 其他经络大部分都是一条线 但这个的话两条线 所以膀胱一线,膀胱二线 那意思是什么 在后背,膀胱线的重要性非常大 而且这个也是通过脊椎来找找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脊椎的话怎么样 找不到这个学位的意思 所以上次说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脊椎的话怎么样 今天学习的学位也是都不能找找 所以经常练习一下吧 上次我们学习的找找脊椎的方法 那这个膀胱线是两条线 那这个两条线有什么区别呢 膀胱一线是直接治疗我们的五脊六腑的时候 一般使用膀胱一线 膀胱二线是如果五脊六腑的原因发生了情绪有关的 经绪有关的病的话 通过这个膀胱二线来治疗 所以膀胱一线的学位名字是大部分都是 马上你明白 看这个名字的时候 啊 这个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新鱼 那为了心掌 肺鱼 为了肺 对很简单 对吗 但膀胱二线的话 可能有点模糊 需要思考 需要学习 但不用担心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那你也可以明白 这个学位是在哪里 为了什么病使用的 那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膀胱一线还有二线 找找的方法 好的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这篇针灸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大概两百篇的针灸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联系我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辆过程